欢迎大家收看上海关心台湾的南岛新闻 这几年喝咖啡在台湾 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红条 也喝了900亿的上级 早凡天的南开科技大学 就特别跟地面的餐饮业者来合作 基本第一次全国咖啡拉花的竞赛 丢家新加坡专业的咖啡师来丹饮兵信 紧到43公斤的口口七十名的三岁来挑战竹架 然后现在咖啡丁头为辉的創意和专业港湾 比较的现场团来着整整的咖啡香 顺手等到冰箱的面图前在咖啡丁头为党用 不然看港湾、看創意 又现场因本的领域 必须将暗5分之来的时间 这些是两杯咖啡 是属于在高技巧上跟创意性 最高层次的一个范围 包括选手它会拉出各种的一个图案 从最传统的新型业型 到现在甚至会有出现Halokini跟人型 那这个在在都能呈现出它的一个技巧 以及对咖啡以及奶瓶的一个掌握 一杯好的咖啡 刚才香气和口感 顶头美丽的动油 也有加分的作用 这杯子稍微是长时间的分量 为了提供核心经验 亦有技术交流的备台 因此南开科技大学 也头发到地面参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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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业 我觉得两杯图案要一样的话会蛮困难的 因为每一次可能都会 每一次打奶泡可能会有点不一样 每一位都很努力的呈现他们最好的一面 那以他们呈现的稳定度 我觉得已经在他们现在学生的角度来说 已经算是非常好了 过来喝咖啡的精口 但你第一次见到 各个有准备的胸肌 有的帮助下心 知道第一次的活动 对着七点的变化 好好基本到够最尊的比赛 够要持有很多 专业兵性分享经验 基本会有多少优秀的精彩 要的就是注重于创意跟难度 难度就是打着比方天鹅有几分 好好也表示 每年够未来提醒比赛的赞助 请求提供选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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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